位在台北市国宅底下的市立幼儿园 传出门前花圃飘散出阵阵恶臭 不少家长接送小孩时都对这股味道印象深刻 很重 两天吧 我是有闻到啦 我是觉得是真的是蛮臭的啦 这股臭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闻到 原来是当地里长使用有机肥 就有家长受不了跟周刊投诉 对此里长也很委屈解释 这个肥料呢 是有机肥 它遇到水以后 它马上就化掉 化掉以后呢 它就下沉 就不会有味道 那我们呢 当初呢 就是施肥的时候呢 第一天我们预判它会下雨 结果它没下雨 第二天早上七点 我已经在这边洒水了 里长说幼儿园前方过去都是大榕树 因为树根乱长 时常害的小朋友在园区活动时跌倒受伤 他上任后将榕树移走 又自己找经费种花和养护 堆肥是天然的 总比化学肥健康多了 那你说我们造成大家的困扰 那个臭味的确是 其实蛮难闻的 真的蛮难闻的 但是去想想它的好的另外一面 又觉得 好啦 那就忍耐一下 反正其实这几天好像雨水冲一冲就没味道了 机会教育对待也可能让孩子知道说 对 其实粪便是可以把它转化 就是再利用 远方表示每次里长施肥后 就能机会教育告诉孩子算有臭味 但对环境比较友善 里长强调会用心施肥 也是希望桂花樱花开得更美 大人小孩都能欣赏 TVBS宣传为韩尚伦特别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